创销书作家提摩西认为 减重当中有95%的结果 其实只来自于关键2.5%的努力 他把这项异于常人想象的结论 写成了四小时健身这本书 从2004年来 他做过了超过千字的血液检测 分析记录各种数据 他得出的结论是 多数人对于身体的认知 都是错误的 提摩西费里斯究竟是谁 他有赫赫资历 普林斯顿大学高科技创业 以及电子工程客座讲师 富比士杂志选为2011年 你需要知道的名人之一 第一本著作 一星期工作四小时 已翻译成35国语言 另外一位提出健康新思潮的是 丹尼尔·阿曼医师 国际知名脑部造影权威专家 他从脑部扫描的经验中得出结论 若想要改变你的身体 就必须改变你的大脑思维 要运用聪明技巧对付那些让你心动 無所不在的美食誘惑。 無所不在的美食誘惑。